關於三月旅行團 三月旅行團因為很多朋友給了錢 給了錢,沒有名字 但是還未到成團 但是現在我就已經發覺 那些機票是彈得很貴 就只是將來回機票都三千多元 結果大家搞清楚 我不是用那些什麼旅行社 拿那些什麼旅行團機票送一個 我們從來不是 我們是要呼旅行社 其實我們自己訂 我告訴你 是跟你們一樣在網上訂機票 變成我現在又不敢訂那七、八位朋友住 因為所謂未成團 但是機票如果這樣貴下去 我真的不知怎麼辦 於是我只能在這裏警告給大家 之前問過我的朋友 問過不代表一定要報名去的 但是如果你是有心報名去 就沒有必要今天拖一天 就盡快入錢去確認 我盡快搞 為什麼呢 其實如果機票再起 我只能夠取消這個團 或者轉換另一間航空公司 如果不是 其實現在已經是虧了 虧了 三千六百元一張機票來回 嗯 未算酒店、未算食、未算車、什麼都未算 虧了 所以我要通知大家 各位麻煩 在 before 因為我不會太短時間 如果 before 2月7日之前報名 即是入數為我戶口為準 那我仍然是收6599 6599 還有黑卡會員是5999 after 2月7日之後報名 就肯定不是6599 可能是7599 我不知道 到時我看機票 但是如果真的不行 那就全部未分 連之前 即是現在我手上的8位朋友 未分完 算數了 簡單 因為如果問過我 說會報 而未報 是超過30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問完之後 就是問完之後 可能不對的日子 無論如何 有些就說不行 要是升旗二得到你們騙人 那些我不去回應 你如果是聽開我們節目的 或者聽清楚他們的 所謂我們怎樣騙人的東西 其實他們都沒有說我們騙人 可以這樣說 當然這條題 有很多人害怕 你要不去就不去 就不要好好賴 我最討厭的 老實說 我賺夠你們的錢 就肯定 都是那一句 但你不能夠說我是老錢 騙人 最頻的一團還要虧 是的 不是 那些團我多數會虧 有些朋友很害怕 不好意思 其實我跟大家說 我從來不是很介意 你們買樓或不買樓 我不要說在這裏 在團裏都是這樣說 為什麼呢 我很欲謹一件事 就是我真的很分享 譬如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 看完這場好戲 很想我老婆也會看 你明知道她不喜歡看 但你也希望她看到 因為你想分享 她不看也沒辦法 譬如我找到馬來西亞 你們還有很多人疑惑 又說什麼排華 有些人說 懂不懂 是有試過一次 60年代 她想一下還要介紹 我們叫人去印尼 印尼排華 近一千百萬倍 你想一下 阿齊散是伊斯蘭法的 她竟然是拿升旗以得道 那些人來咬我 就說這個是藉口 升旗以得道是什麼人 契弟之中的契弟 老實說 其實我也認識他們 譬如Tony Troy那些 我不想你咬我做什麼 我也是不咬我 那對收視好又怎樣 你咬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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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發生在2017年 是我們第一團 是我們第一團 你要看我們這團的口碑 就是這樣簡單 我不是說你報不報名 但是我還要不明白 你真的聽到裏面說的 都很好笑 他還要說 買碧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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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說 買碧桂園 六七十萬 就可以送馬來西亞入籍 就不用MMH 現在老馬告訴你 是不行 是不可能的 我從來都不會介紹他 去買碧桂園 然後你想不想 入碧桂園 跟大陸人做鄰居 因為碧桂園新雲退城市 別說那些 不要說那些 Anyway 是要去的 就快拿拿去報名 給錢 過數 是不想去的 就回覆我 OK 其實也不用回覆我 總而言之 2月7日前 就是6599 黑卡會員5999 6月7日後 不知道多少錢 不成團的全部退回 成團的機會都大 是我喜不喜歡去的 因為說真的 如果我多收三個客戶 都會十二三人 加上我們自己幾個 都會成團 所謂的 所謂我們成團的意思 為何要成團 我們竟然不是走什麼 因為我盡量希望 將你們很貴的 旅遊車的費用 大家去分享 因為那幾天 旅遊車是過萬港幣 萬三、四元 一間旅遊巴 如果只有十個人 每人有1300 就很貴 我又去做團 如果有二十人 每人有六、七個 我就可能不用做 如果有25人 我可能有微利 計算這些數字而已 我真的很想分享 其實我是很想 很多朋友 我最討厭 很少人在宜寶吃東西 其實我跟你說 我真的脾氣好很多 我每次搞團 你問南網政 我是沒有想過搞團 我搞團 有些人說 什麼時候搞團 我這時候不搞 但我一搞 那些問我什麼時候搞團 什麼時候搞團 我都永遠不報 我也很想響你的名字 什麼時候搞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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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母 你就自己去 全部搞團 為你而搞 你又不去 很多搞團 黑警也是 去年六月 我也沒有心機搞團 老實說 我搞一次團 賣了兩三層樓 我搞一次西面林 在香港賣一次西面林 我賣幾十層樓 我花費這麼辛苦 你老母 還要求你們 你們瘋狂線 你老母 你老母 現在買樓 你老母 看清楚一點 結果就這樣說 現在買樓 現在買樓 你老母 看清楚一點 結果就這樣說 現在買樓 看清楚一點 結果那一陣子就這樣倒 你自己有沒有腦 還要看清奇異得道 笑死人 這些是甚麼人 你老母 老實說 我一集都沒聽過 現在網上的節目 也有很多人聽 即是甚麼節目都有人聽 我盡量不聽 為甚麼呢 因為多數節目最重要的事情 是不太好聽 我不是說他有沒有營養 說甚麼是非 不太好聽的人 聽來罵 你沒聽過 你們知道好不好聽 你有沒有聽得那麼多 原來聽完你還要相信 還要截圖給我看 你不去便不去 你不去便不去 又是甚麼燒達安 又是全家屬 你老母 你不去我都不認識你 李先生 你有基本他認知 也就知道他的說話全部都錯了 還要更錯了 他說那說話 好了 此其一 其二 就是我們 3月4日正式開始 就在自己的頻道裡 繼續做啤梨晚報 應該有些朋友 上個禮拜講過 亦有些朋友昨天突然在studio 忽然忌仰 其實不是忌仰,是視野 嘗試直播在毫無準備下 看看直播的情況會是怎樣 聲效等等 變成我們吸收了一些經驗再去改 今天會跟大家說甚麼呢 仍然是說那件事 首先去Facebook 沒有Facebook的朋友就沒辦法 或者下次有機會你來我那裏 我和你開我的Facebook 就先Like我們的專頁 和加入我們群組 最好我們一台有二十多萬的訂閱 於是我們平均每一節都會有幾萬的評價 所以我們的訂閱 或者我們在YouTube是重要的 其實在某程度上 如果你們看我們YouTube看到某一個位置 基本上我們有一定的收入 我們對於台費的壓力就變小了 其實現在所有的資料 我們第一次不是依賴在別人的台上 是自己掌握的資料 所以是未有這些資料 或者一天我真的可以做到免費 廣播都不知道 但是一定要有些資料先回來 如果昨天在我們的特別節目裡面聽我說 其實我們一個月的肥費 就算不算我們的居碼費都六七萬 那就變成壓力是大的 如果做不到又怎樣 當然以我的格式當然是收皮 我一定是止蝕 如果你說每個月有四五萬元收入 蝕一兩萬元還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說原來 如果你說一萬幾千 全家產蝕四五萬元 那你沒得不止蝕 是吧 我不會做些這麼傻的事 是吧 這也不是我的興趣 出來吵人 所以大家可以去回 我不知道 我的專業可能有的人 我的網頁 Berry Ma那個 或者是林康正分享一次 因為我不知道是公開了沒有 就去回我們Berry Ma頻道 Berry MaTV的啤梨頻道 你們去訂閱 記住 在訂閱之餘 旁邊有個小鐘 卡住 因為卡住 它就會有提示功能 即是每次 我們Berry MaTV頻道 暫時只有Berry MaTV 一個節目 我每天會提醒你 但是如果突然間我發言 例如星期六 你看看阿仙奴 阿仙奴不知甚麼 我突然發言 馬上做直播 叫大家買Berry MaTV 阿仙奴波膽3比1 譬如這樣說 你有一個推播 即是有一個提醒 你就馬上說 咦 電話做甚麼 Berry MaTV 立刻做直播 你就會知道 如果你不停止 那小時 你就不會知道 OK 我希望大家去申請我 加入這個 訂閱這個啤梨頻道 那最後就是關於月費上面 有些朋友 就是交了月費 仍然交了月費 在MIHK 那裡 稍後時間 我會跟岳余對清楚 一條數 看看是怎樣 我仍然會繼續服務你們 你放心 即是我新台 給你們聽 即是給你們 我們付費會員的優惠 因為我新台的運作 基本上是不付費 你們都可以看到 至於是之前 搞過自動轉帳 在MIHK的朋友 放心 你們不需要做特別的事 你們很害怕的 可以去自己銀行 因為我和MIHK同事夾過 他們在每個月底 他們不提出 這個 銀行也不會過數 沒有什麼需要做特別的事 反而我希望各位朋友 我們未公開 但也可能在日內會公開 或者我們拍片 就盡快去我們的網頁 我們未公開出來 可以在網頁裡 訂購Full Paypal 或者Visa Master 去訂購我們的節目 OK